哈喽,大家好,我是阿妮,我现在在新疆若羌,我在这边做和田鱼,然后最近呢在村子里面转一转,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新疆若羌这个沙漠小城的生活,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啊,是咱们一个维族的朋友,我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个大姐是在这里, 打扫街道,就是我觉得我在内地,就是我是山西运城的,就是我们村子里面没有这样,就专门请,专门请人打扫,然后这边这个只是一个村子都在请人打扫,我就觉得特别的,怎么说呢,很稀少啊,这种情况,大姐,你是每一天几点钟上班到几点钟,九点半,几点钟下班, 七点,七点下班,嗯,就是下午,下午七点半,中间中间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,嗯,一点半,一点半,嗯,应该是一点半到三点半再上班,是不是,中间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,嗯,像你这个样子的话,一个月工资多少,哈哈哈哈,没事,大大方方说嘛,保密吗,嗯,这个,这个, 是一千八,哦,一千八百块钱,嗯,那你应该他,嗯,还有那个,交的五险一斤,是不是,嗯,就是交的有保险,对不对,一千四,哦,那就是,嗯,保险给交一千四,然后你,嗯,然后再加上其他福利,是吧,然后到你手上,然后有一千八百块钱的工资,嗯,哦,那这,这种就属于很稳定的, 很稳定的,嗯,嗯,就是,咱们这个大姐不太听得懂,哈哈,咱们这个普通话,就是,就是说话,我们就是磕磕绊绊的可以交流,那,那你都,嗯,就是每一个星期有两天休息时间吗,嗯,嗯,挺好,挺好,可以,嗯,到退休以后就领,领退休金了,嗯,像你,一个人负责一个村子吗,嗯,还是说是两个人负责一个村子, 还是,啊,哈哈哈,你一个人,只负责这个村子吗,一个人一个村子,嗯,每天,骑着这个电动车,嗯,就这边电动车,给他看一下,这个街道好干净啊,就是每天骑着这个电动车,然后在村子的,嗯,街道巷子里面,然后就这样, 来回打扫卫生,我这里面你还要打扫这么干净,大姐,那我走了,拜拜,谢谢,谢谢,谢谢你,谢谢你,谢谢你配合我拍了个视频,拜拜,拜拜,今年,嗯,我看好像是七月份的时候,我做过一期视频,然后当时有一位朋友是,嗯,开着房车,带着一家老小过来,然后,嗯,我当时, 我问他对若枪的这个,嗯,印象怎么样,他说,哇,一劲若枪,就是他和他媳妇儿两个人说的,一劲若枪,感觉若枪特别的干净,卫生,看我们若枪,嗯,郊区的小村子的,卫生工作都做得这么好,真的是很用心的,好了,关注,我是阿宁,永床天涯的日子,咱们彼此陪伴, 谢谢